火象星座最终梦想方式 听起来都蛮浮沫的 所以他们就是 一直喜欢那种书画的方式 我觉得另外就是要好胜 但是也的确是 因为火象就是要烧起来 那烧起来就是有两种可能 超级爱 另外一个就是 你不做会死 好 那就会拼拼做了 你正走在梦想的路上吗 你的梦想还在冰箱里吗 你是思想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侏儒吗 这一集我们来谈的就是 如何让自己更有勇气迎接 或是展开你追求梦想的行动 讲到这个梦想我想大家都有 但是有没有行动呢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关键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星座跟月亮星座 太阳星座会让我们感觉 每天活得很有活力跟朝气 可是月亮星座是一个习惯 你会不会每天都很想减肥 但是觉得明天再说 对不对 所以月亮这种习惯性它往往也会代表 我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 会有一些影响哦 首先来看火象星座 白羊是射手 我觉得这个族群要实现梦想就三个点 一定很重要 第一个 你的梦想要大够亮 亮到你觉得充满了热情之下往前冲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时间限制 比方说就是限两个礼拜一个月 我一定要达成 火象星座的问题就在于你们一开始轰轰烈烈 后面就后期无力好不好 因为觉得不新鲜了不好玩了 所以我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 当然通常如果你又要结婚要拍什么个人照之类的 你就充满了动力 我觉得火象非常需要这种短期可以达成的目标 那第三个呢 我觉得火象很重要就是 你要把你的梦想切割成小单位 为什么呢 这个白羊座呢 你可能就容易三分钟热度了哦 所以后继无力 那么射手座呢 可能跑着跑着 忽然被其他的事情吸引住 你就转向了哦 射手座喜欢探索新东西 试做 试做是需要有成就感 如果一开始梦想很大 你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实现 你会觉得很丢脸 很尴尬 你就不想做 或者是做一做觉得 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没有成就感 没有被别人注视 你也不想做 所以把梦想切割小一点 那么让你很快就有一些成效 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么你就很容易会成功 所以火象的朋友 记得哦 打铁趁热 OK 那第二个呢 叫做风向星座 风向星座族群呢 有一点点的小麻烦 你们很容易OK 没问题 因为呢 你们被朋友撩起来 你们常在讲着讲的当中 就有个梦想出来 然后也在这个不讲的当中 就忽然梦想就不见了 有的时候我发现风向很有趣 他可能去参加一个课程 做一件事情 他不是想要成为专家耶 他是想要跟朋友一起玩耶 玩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风向 非常需要这个 一起哦 志同道合的朋友 第二点呢 风向很有实验精神 而且不喜欢承担责任 所以呢 最好在开始做的时候 你缺乏一点勇气的时候 你就告诉自己说 实验看看嘛 失败没关系 我试试看没关系 在你每一个遇到挫折的时候呢 你就告诉自己 我再坚持一下下试试看 好 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我觉得这对风向来讲 非常的重要 第三个就是风向有的时候有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在讲你的梦想的 那个当下 哦 我要减肥20公斤 你就觉得哦 我已经实现梦想了 哈哈 讲出来就实现梦想了 就后继无力了 所以我觉得风向朋友 你要去拿捏 你在跟人分享 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也许有一些成果之后再分享 会更能够帮助你往前进哦 那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就是土象星座的朋友啊 哦 土象星座就包括了金牛 处女 还有摩羯座 呃 这个族群呢 我觉得非常两极 因为他们第一个 要在意投资报酬率 第二个 哦 在意的是 这件事情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是不是算是一个成功者的代表 第三个呢 他们怕损失 怕风险 比方说我的朋友金牛座 他本来不婚的 他老公呢 跟他求婚三次 最后一次告诉他说 我下最后通牒哦 你再不嫁给我 我就离开你 我们就分手 我去交别的女朋友 哎呦 金牛座一想 我马上要失去这个 对我这么好的男人 损失 马上答应嫁了 哦 再来呢 土象星座很重视专家的看法 比方说哎呦 你这样太胖了 可能防疫会有一些 比较容易感染的一些问题 你可能听了都觉得 嗯 我好像要做一些改变 所以土象星座很需要专家的一些建议 那么有的时候呢 是这样 像处女座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蛮难做决定的星座 处女座永远会有一百个理由 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你会有一百个理由 告诉你他为什么不要做这件事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当你不行动的时候 你要找一百个理由告诉自己 你不现在做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那摩羯座很简单 摩羯座其实可能很安于现状 但是也可能很需要别人的认同 所以要把你就是要把你的目标 测得很明确 比方说你觉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以被大家肯定 进入一个好学校可以被大家肯定 买一个好东西 有牌子的大家都会认可 那么摩羯座就有可能这么做了 好 所以土象星座 你要把你的梦想变成一个 跟你价值观符合的东西 如果不合很难 那么最后来看一下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星座 那这个重感情不代表你对每个人都重感情 你是有小圈圈的 所以如果是父母很期望你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想为你喜欢的人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找一堆人来做一些事情 而这一堆人是你喜欢在意的人很容易 比方说我常常发现这些做创业 你把家人都捞进来 家人一起做都信任 做得愉快而且安全感 或者是说你觉得什么事情你非做不可 你做的话以后高枕无忧 我觉得水象星座其实蛮重视这种 跟人与人之间的安全感 还有自己的那种在人群当中的价值 那像天蝎座 天蝎座我觉得危机意识比较强 他就很担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而且天蝎座比较不喜欢让自己看起来像弱者 所以你更需要旁边的人肯定你 所以你会去照顾一些人 或把家人或自己在意的事情做得很好 那双鱼座朋友呢 我觉得你也是喜欢付出的 而且你非常需要被别人需要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可能做一件 你觉得你可以做成功的事情 然后慢慢去帮助大家带领 有同样兴趣的人一起做这件事情 你教别人 然后你在越交当中 你觉得你自己更需要往前进 你就会有往前进的动力了 所以以上基本上就是这四个族群呢 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用比较容易符合你的天性 或习惯的方式来追求梦想 希望大家在这个月份都能够实现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哦 我觉得我现在的梦想 应该有三个吧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健康 每天把自己顾得很好 然后防疫做好 好健健康康的 医养的饮食或是运动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梦想 因为疫情之后发现 你没有身体没有健康 根本什么梦想都没有办法 那第二个梦想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财物 年轻的时候呢 我觉得火象星座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觉得全在赚就有了 我们要追求梦想 就是完全没有花钱无上限 可是到了某一个阶段 你会发现呢 人可能要有点基础才能够有梦想 因为很多时候梦想它需要时间的支持 或是你要自己能够主导这个 一些事情的话你要有钱嘛 所以我觉得财务的理财上面 我是蛮奉劝大家要去做的 第三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工作 我希望自己的工作 每一年都能拿出一些 我自己觉得可以讲出来的 或是比前一年进步的成绩 这是我目前的梦想